難道我們先好來看一下 Land Rover的Discovery Sport 今天來的是什麼樣的規格版本 今天的Discovery Sport 是我們跟原廠界 但是它是屬於2018年式的Model 現在國內如果消費者 去展監看是19年Model 最主要簡單的主要差異 當然售價這個是208萬當中 現在也是219 差了11萬 其實10幾萬 主要的配備是差在內裝 新型的會更豪華 以及主案配備 這台車只有基本的盲點 那它是2.0的汽油版本 對 現在其實到19年 它已經把之前18年的 有一個TD4柴油已經取消了 現在是叫SI4 2.0的汽油渦輪增壓 動力其實非常不錯 240匹 那它的0到100 它雖然是四輪傳動 看它其實1800多公斤 0到100也有7點多秒的實力 我們一向在看Land Rover的車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這種英輪風格 它就是屬於那種漂亮的線條 而且光是引擎蓋這種 棒式 棒式的 我們就說很傳統的元素 它都有留著對不對 對 其實Discovery Sport 可能觀眾如果沒有很了解 這個時候會一直以為 它是不是Discovery的Sport版 比較運動化 其實一般車場的邏輯 是這樣命名 但是這台車滿特別 你仔細看 其實它的車身尺碼不大 我才4米6的車長 然後2米7的軸距 它是比較compact型 就比較我們講小型的SUV 頸湊型 它跟你印象中Discovery這種 比較長軸7人座 其實是兩台車 我覺得 它是Sport版 其實大家講到Freelander 就有印象 其實我們有號稱它是Freelander 3 因為它是2的之後 就改用Discovery Sport來命名 所以跟觀眾稍微說明一下 但是因為剛剛 喜南有特別講到了 空間的部分 我們要看說車長尺碼沒有很大 但是它在空間經營上 其實也算是靈活 對 其實它是抓到消費者 對於這種休旅車的需求 它就是除了座位 它可以5加2選配 其實它在第二排 也有很靈活的調整空間 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 我們現在看到 整個外型線條 你覺得最吸引你的點 有哪些 我覺得就是像剛剛 我們也有聊到 它除了是 我覺得它現在的 Discovery Sport 把過去我們講到的Discovery 可能會比較方方正正的 這種剛硬的英倫線條 改的我覺得就變得 比較都會 圓滑 時尚 其實從版本上 今天又是他們講的黑版本 在這個水箱護照 以及它這個智灰 都改成了黑色的亮面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圓形 你看到它的頭燈 LED的日行燈 也是用這種圓形的一個表徵 裡面它的擺病 是用HID的嫌棄頭燈 2018年的版本 當初它的圈 這個也是黑版本的圈 它是18吋 現在19年也升到了19吋 除了我們剛剛聊到 經典的元素 這種Bunker式的引擎蓋 像它這個刀把式的經濟桶 也是它的側面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講到了空間 剛剛有特別提到 它後座的椅子的可調整性還不錯 對 我們就把後門打開 可以請中夷看一下 我現在坐進去 它的移動的範圍有多大 它的第二排座椅的話 可以有160mm 其實就是16公分的滑椅 在下面的 對 它可以做這個調整 它怕側面的拉餅 也可以做椅背的角度的調整 一樣可以做調整 它這樣的用意 就是主要讓你可以在 你可能有時候不用載到 滿滿五個人 或你載三個人的也好 你就可以用椅背 再做更大的收納 跟行李箱一起搭的使用 對 然後你會看到說 中間沒有獨立出風 我不是的 因為它的出風口是坐在 兩邊的A柱都有 對 B柱上面這裡 對不對 因為台灣是可以選配第三排 對 5加2的 請問有這樣需求的車主多不多 其實我本來滿好奇 因為它車其實滿緊湊 我問了總代理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國內的買家 還會去加價選配5加2 我覺得這個概念應該就是 因為我自己就開7人做MPP 真的有時候用不到會覺得很浪費 我想可能或是像小Andy 小朋友比較小 根本不需要用這麼大身材的第三排 就會有這種5加2 我覺得這三分之一 就是這樣的車主需求 但保持這個彈性 顯然車主也滿喜歡 好 繼續我們再來看車尾的部分 好 車尾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個C柱 我覺得也是它的一個特別 它是像往前的一個勾勒的線條 然後搭配它的黑車頂 就很流線感 對 車尾的部分 看到一樣燈也是圓形的元素 圓形的LED的尾燈條 然後Discography 也是用黑色的版本的字樣 它有一個Sport的智慧 讓你知道它其實是另外一個車系 其實我們看這樣的修理車 我們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好 如果假設真的去選配了第三排 也就是再多加兩座的話 當然可能行李空間會更現實一點 我記得數據好像190多公升 200以內其實很小 很小 對 當然就是應急用載人 今天五人標準座的狀況 其實看得出來滿大的 是980多公升的行李箱容量 如果你真的就兩個人出遊 第二排也整個收掉以後 其實它可以擴充到非常大 大快接近1800多公升左右 好 我們看到空間機能的部分 再來進車內看質感 現在我剛剛在上車的時候就有發現 它的椅子有蠻特別的織紋 這是有效果的是不是 對 其實我們是我們講的 它是所謂的布皮混合的 其實剛剛紫滑的效果 就是在我們一般做的臀部 背部 它用這種有這種紋路的 讓你稍微在可能開快 或是做一些越野的時候 讓你的人會有更穩定的效果 所以因為它是布跟皮 對不對 所以這種壓紋就會讓你可以止滑 是的 沒錯 包括背部 包括坐墊的部分 其實你看到它側面的 也有一些電動調整 前面兩張 因為它這個車有SE版本跟HSE 其實以今天SE版本來說 它都已經有電控調整 對 它不用到最高規就有了 好 繼續我們再來看 因為剛剛看到它整個側邊線條 我們就想說 其實Discovery一向越野的性能 那個底子是沒話說的 對 其實它的底子 最重要這台車我們看到 我們剛剛有聊 它其實屬於這種 比較compact的SUV 其實坐進來你會感受到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外觀的這種傳承的元素 近來有沒有覺得 它跟Range Rover 其實車系也是神韻蠻像 就是這種橫式水平的儀表 然後這兩道金屬的中控下來 整個的氛圍 它就是我們講的垂直水平的條線 就是讓你在越野的時候 有很好的一個判位的 這樣的視覺輔助 像中夷剛剛聊到的 這個越野功能 它們原廠叫做Tarian Response 就是這一條的功能 其實上面看圖案 你就顧名思義了 很簡單就可以判位 現在是一般模式 就是一般其實onroad的狀況 再來它有這種所謂的沙粒 或是草地 或是相關好像雪地的符號 再往右邊 它又有像真正的沙地 已經像有一些枕木 難度越來越高 所以你像仙人掌就到了沙漠了 其實最特別這台車的一個功能 跟大家介紹就是 其實看圖案大家應該猜到 它是陡坡環漿 為什麼還要介紹 就是你按下去以後 它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像時速表出來了 就是它可以當作 你平地的時候 陡坡環漿其實就是 它用煞車自動 我可以定速在5公里 我慢慢慢慢 現在到了平地 它有延伸 我可能要專心再看 前面的惡劣的一些落石 或是凝凝路況 你就控制方向就好 或是啥子 那你就把油門就完全放掉 讓這個定速的 陡坡環漿做一個延伸 所以它的陡坡環漿 可以延伸到平面路面 是 這台特的功能 真的 我們一般比較少看到 這樣的設計 對 比較少看到 它這個全地形的對應 其實基本上 Sport版它不像老大哥 Discovery可能 加上了氣壓懸吊 會讓你做更中高度的 重度越野 我覺得它以輕度或中度來說 這樣的一個介面 它整合引擎 變速箱 差速器 以及四輪傳動扭力分子 其實在一般中度越野 我覺得這台車 都是非常OK的 好 謝謝行男 但我們看到了 這是Land Rover的Discovery Sport